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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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穿越了还依旧尊重历史 这部电视剧以古代叙事为主 其影片的最大主旨就是爱情 里面有很多的爱情故事 比如说项羽和小月 小川和绿素 大川和高兰 以及那跨越2000年的爱情 此外 这部影片值得一提的是角色 里面的角色很成功 无论是赵高还是项羽 他们都演绎的很自然 所以说神话是一部很好的穿越剧 03步步惊心说起穿越剧 那就不得不提步步惊心和功能 就拿步步惊心来说 这部电视剧最大的优点就是剧情特别的耐看 其次就是角色演绎的出神入化 从老四到老八 再从老十到十四 每位演员的演技真的很好很优秀 可以说步步惊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此外这部电视剧很红 那刘诗诗和吴奇隆 吴奇隆是再一次红 也许这就是优秀电视剧的魅力 04公这部电视剧就叫公所心语 杨幂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而人气飙升 这部电视剧当时在湖南卫视首部 引发了收视红仇 可以这样说公所心语开启公斗系的之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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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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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